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记得要做好防晒工作了 另外在西半部还有离岛的金门马祖 明天清晨因为受到水气 再加上温度逐渐回升的关系 很可能会有低云或是局部农物产生影响能见度 所以找出门开车骑车都要注意交通上的安全 那么关心完天气之后 接着再来关心的旧时气温方面了 最近白天的气温真的热得跟夏天没两样 像今天最热的地方就在高雄 飙到30度的高温 明天气温还会再往上升吗 从地面天气图上 你可以看到明天封面系统会来到华中地区的位置 那么明天因为我们还处在太平洋高压的边缘 所以大部分地区天气都是相当稳定的 再加上明天吹偏南风 听到南风就知道会带来温暖的空气 所以明天白天各地高温都可以来到27度以上 尤其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甚至高温可以飙到29到31度 那么入夜后平地低温也有21到23度 感受是相当舒适的 所以明天最好穿着 选择轻薄透气的衣物会比较适合 不过还是要提醒居住在高海拔山区的观众朋友 早晚的气温还是偏凉 记得要多加件外套以免着凉了 接着带来看山海气象 中文字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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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白天奇温闷热 建议观众朋友穿着凉爽的衣物会比较适合 另外防晒工作也记得要做好 而且预计这样稳定的天气 会陪伴大家过完这个周末 民众可以好好把握